好了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今天早上的课程 那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审计教材的第16章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 今天我们来讲第4节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沟通和评价 大家呢早上上课都不容易 也容易犯困 也可能呢根本就没睡醒 那怎么办呢 我首先告诉大家 第4节的内容整体上讲授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同时呢学习的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考点呢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大家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整体上我觉得不用说强打着精神 你跟着我基本上把我讲的内容听一听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这半个小时大家反而 即便你早上起的比较早 我觉得也不会影响大家的学习效果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我给大家说过 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别看它是一张 实际上呢其中所讲解的内容 串联了教材当中前前后后很多张的内容 比如说举例子啊 我们首先讲的是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概述 告诉你什么叫做集团 什么叫做组成部分 什么叫做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叫做集团项目组 什么叫做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我说的时候你要跟我一起回忆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的审计计划 审计计划有初步业务活动 总体审计策略 具体审计计划 最为重要的是总体审计策略当中 确定审计方向当中的重要性 重要性谁制定 制定的金额怎么样 怎么制定 这是框架 第三节我们所介绍的是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的风险评估 然后是风险应对 风险评估当中我们着重要学习的是 如何了解集团及其组成部分 以及相应的环境 以及了解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了解 如果在了解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疑虑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去参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的工作 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参与 只能够自己亲力亲为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是风险评估的内容 针对风险应对 我告诉过大家 我说针对不同的组成部分 我们要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措施 也是让大家比较头疼的 有一大段的内容需要各位同学去背诵 好了 那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认为应该是收集到了审计证据 编制了审计工作底稿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四节 我们要对审计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 展开沟通和评价 虽然经过这么串一串 大家是不是思路上相对来说 我觉得会清晰一些呢 好 如果没问题 我们来开始讲解第四节 在这节当中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 给大家介绍的是沟通的问题 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那谁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呢 自然是集团项目组 在这个沟通当中 我认为它是两个方向的 第一个方向是集团向组成部分 做相应的沟通 这个在表格的左侧 此外另一个方向呢 是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向集团项目组来进行一些沟通 在表格的右侧 各位同学需要清楚的是 在这一上一下的上下沟通当中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可以去沟通或者通报 哪些事项和内容 在这给大家列举了若干项 我觉得啊 周六的早上大家上课都不容易 我就不要上来打击大家了 你把你那个 有点紧张的心先放一放啊 在这里呢 我不要求大家背 大家生怕我在这再写个背字是吧 这个不用背 那怎么去理解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凭借大家的常识 我觉得阅读一下就行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左侧 集团向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去沟通什么内容呢 那你想想啊 集团站得高 看得远 它往往制定的是 把控全局的一些方略 方针 一些政策 一些策略 这些内容 那为什么要跟组成部分注快沟通呢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帮助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更好的完成审计工作 达到集团审计所需要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就为这一个目的 你看围绕这个目的 它沟通些什么 比如说组成部分 执行的工作类型是什么 你执行什么样的工作 未来集团项目组对你的工作如何利用 这是为了更好的实现集团审计的目标呢 第二个 沟通的形式和内容 书面还是口头 打电话呢 还是我们通过远程会议呢 还是通过相对比较正式的沟通函呢 那么沟通的频率是怎样的 我们开这个会 会议的提纲包括什么 接着第三 配合集团项目组的工作 你看永远围绕不开的问题 就是如何协作 如何配合 第四个 职业道德和独立性 上节课咱们也说过 了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那职业道德独立性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环节 所以这个是免不了要沟通的 下一个 重要性和临界值 这个地方这个临界值这个写法呢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啊 它指的是明显微小错报的临界值 上一讲是不是咱们讲过呀 对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如果发现了超过集团所确定的 集团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那比这个要高的错报 它要向集团项目组去做通报的 对吧 在这连接上了 下一个 说导致集团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错报的特别风险 还是和组成部分有关 需要让集团知道的事 因为这个事集团知道之后 影响集团整体上 我们制定审计计划 对吧 有特别风险的 和没有特别风险的 那个应对措施就不一样 下一个 说集团管理层编制的关联方清单 还有集团项目组织息的 任何其他关联方 还是那句话 站得高 看得远 它所知道的集团内的关联方 以及编制的关联方清单 如果能够告诉各个组成部分 那么组成部分就知道了 在这集团内 谁是他的兄弟姐妹 就这个问题 好了 所以在这里 1234567 这七项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解的难度 读一遍 有个概念 有个印象就行了 紧紧围绕如何开展工作 如何和集团项目组组配合 该汇报的汇报 该沟通的沟通 再来看另外一个方向 说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向集团去沟通些什么呢 第一个 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 你看在这儿 你向我去通报一些 对于职业道德遵守的一些要求 那我这边呢 我就向你汇报一下 我遵守的情况如何 第二个 是否遵循集团项目组的要求 你告诉我这么多工作的要求 做什么工作呀 重要性是什么样的呢 我遇到特别风险 我对于特别风险 我该如何进行把控呢 你看这么多事 那我反过来 我要向你汇报 对于这些工作要求 我有没有残照执行 我执行的情况如何 第三 说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那这个自然要向集团通报的 本身也构成集团财务信息的一部分 第四 因为违反法律法规 可能导致集团财务报表 发生重大错报的信息 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情况 那我们在第十三章 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组成部分留意到 那么在必要的时候 也需要向集团做沟通 第五个 达到临界值的未更正错报 看到了没有 同学们 这一点 是不是和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本身是遥相呼应的 这边告诉你个标准 那里边告诉你说 说超过这个标准 没有更正的明显微小错报 没有更正的超过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的错报 我要向集团项目组 去做相应的沟通 第六个 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这个呢 我们会在第十七章 给大家做介绍 比如说 做出某些会计估计的时候 管理层过于乐观 或者过于悲观 那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可能 会计估计存在一些偏向 那么如果存在偏向 甚至还有可能是什么 零价控制有三帕 测试复合加评价 复合什么来着 复合会计估计当中 有没有可能存在偏向 是不是还有可能导致舞弊 导致管理层零价于内控制上呢 所以这个你看 第十三章咱也学过 哎呀不知不觉啊 这都第十六章 马上到第十七章了 十三章好像就用昨天学的 但是想一想 都过去挺久了 是吧 来第七个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这件事呢 如果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你沟通到了 你了解到了 那么对于集团项目组 他在做相应处理的时候 他也有一定的帮助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在讲解 与治理层沟通的时候 其中是不是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注册会计师应当以书面形式 与治理层沟通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对吧 好了第八个 组成部分的管理层 以及其他人员的舞弊 或者舞弊的嫌疑 你看这一点也很有趣 我们说过 当舞弊涉嫌管理层的时候 找谁 找治理层 而且呢 如果在集团当中 舞弊如果是一道管理层 如果是较高职位的管理层 找谁 还是去找治理层 那么在这里 集团的治理层 有的时候 他充当的角色 就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我们需要找他 做一些沟通 这是我们讲的第八 第九 总体发现形成的结论和意见 你把组成部分的工作 做的差不多了 你要跟集团说一说 这工作咱们做的怎么样 要对工作的结果 结论进行必要的汇报 好了 以上这个表格当中 集团向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向集团 那么这个双向沟通 相互通报的事项 大家呢 了解一下 阅读一下 如果考试考到的话 无非让你选一选 说哪些属于集团 和组成部分之间 需要沟通的事项呢 我觉得这样的题目 难度应该来说 不是特别大 好了 这一页我们就说到这 说完了沟通 我们第二个课题呢 要介绍的就是评价 大家明显发现啊 在讲解评价这 我给了两颗星 而沟通呢 我一颗星都没有给 所以这个毋庸置疑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评价的这部分内容 是需要大家重点去掌握的 两颗星的内容 对于这个部分的内容 有可能在简答题当中 考虑一些细小的要点 我们逐个来说一说 第一个 先来说评价的内容 说集团项目组应当评价 是否已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作为形成集团 审计意见的基础 这话啥意思呢 这个我们其实在第一章 就讲过这个基本的原理 如果你说 要发表审计意见 那我们的前提是 要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在这里啊 大家要关注一下 如果你说 我们没有获取到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没有办法形成 对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那这个时候 可以要求组成部分注册 会计师 对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实施追加的程序 说白了没做够 没做够怎么办 赶紧去补习功课 抓紧再给我多做点 是吧 那么如果不可行呢 说组成部分的注册 会计师来做追加的工作 如果他本身受到了主观或者客观的限制不可行 那么集团项目组赶紧自己亲自操刀上阵 所以集团项目组可以直接对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实施程序 这是我们讲的如何评价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 那么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这个我觉得了解即可 第二个内容 说如果我们发现在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审计的范围受到了限制 这里 各位同学 我要求大家重点掌握 这个地方在历年考试当中 我印象当中考过好几次简答题了 甚至在客观题当中也经常涉及 考简答的时候他怎么考呢 他会结合审计报告 结合审计意见类型 一起来考大家 因为在第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大家 说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 有的时候审计范围可能会受限 那接下来把它放在集团财务报表当中 这个受限是一种什么样的受限 有什么样的常见情形 对筑块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考核频率超级高 为大家说一下 做题的窍门是什么 一定要注意的是 这个受限必须要告诉我 它的来源是什么 而且这个来源经常给你挖坑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我的要求是 一定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千万不要像我的眼睛这么小 像刘忠仪把眼睛瞪那么大 知道吗 要吹胡子瞪眼睛的那样 盯准了 这个限制到底来源于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非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地方我年年都会说 但是考到的话 大家都会掉坑 为什么 因为在考题当中 别人写一段话 那个重要还是非重要 一字之差 答案是天壤之别 截然相反的 所以有些同学读题的时候 如果胡伦吞枣一目失行 一不留神 把这个字跳过去了 答案做出来绝对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先来说 如果这个限制来自于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的重要组成部分范围受限 那你说 我们对重要组成部分执行什么工作 审计 要不然是全面审 或者是局部审 或者是特定的审计 你看 这叫高标准研要求 你对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审计工作 结果呢 范围受限了 那你说 这个影响严不严重 恶不恶劣 当然是严重的 所以如果你评估认为 根本办法没有获得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没有达到 你审计当中所达到的证据标准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 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所以这句话 大家需要关注 很可能这个范围受限 会导致发表 保留或者无法表示的审计意见 你看到去年考试 人家就变着花样子 给你出个题 当然去年我在模拟题当中 我也说了这个题 我给你说个例子 你听一听 比如说有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 这个母公司 这个集团在中国 但是由于美国疫情防控的问题 导致我们的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或者是集团项目组 都没有办法前往美国的子公司 对当地的存货 展开存货键盘 那同时激发的韩正 也没有办法收回 你看基于这个情况 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说 韩正的应收账款 以及银行存款 很显然是重要的 存货也是重要的 那么对于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就叫做范围受限 它发表的一件类型 就可能是保留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对于集团财务报表审计中 重要组成部分 范围受限的 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大家听明白了吧 你看这就去年考试考到的 当然咱们在上课的时候 举过类似的例子 这就说啊 大家上课的时候 听例子 一定要认真听 保不齐哪个例子 就是考试当中 你可能会遇到的那个实物情形 因为我给大家记得举例呢 多半都来自于审计实务 或者来自于我们的监管机构 告诉大家 这些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选择其中 与考试有关的 我才讲给大家 上周的时候 有个同学说 说老师我是小白 小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学起来都觉得 好吃力 好费力啊 老师呢 我也能理解 你讲的案例比较多 有的地方呢 讲的也比较深 讲的也比较细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 这个学习负担整体上 是比较重的 能不能讲的更轻松一点 更愉快一点 我想告诉大家 备考驻快呢 说实话 不太可能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如果我上课天内 给大家讲笑话 把大家哄得很开心 那叫做表面繁荣 它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堆笑话 我在课上给大家讲一堆段子 但是你上了考场的时候 那个考题是笑话 是段子吗 不是 实打实的 人家考你实物案例 去年考试 简答题的第一题开始 到综合题的最后一题 有同学下了考场告诉我 说老师 我感觉没有一个题 不是实物案例 通篇全是实物案例 如果平时不学 我现在想想真的后怕 所以各位啊 我不能骗大家 我也不能逗你开心 既然选择住快 那就是一个风雨兼程之路 那所以有些内容 虽然吃力 但怎么办 大家要努力 对吧 所以这是说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呢 大家要说非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是非重要组成部分 审计范围受限 这个时候呢 你心里可以输一口气 那你告诉自己 不一定啊 说审计范围就受限了 或者说呢 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了 在这儿 我们仍然是有可能 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借助这个例子 给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跟我打开 283页 打好基础当中的原理详解和解题高手 在这里啊 我大家重点说一说 这个地方有可能考简答的 来认真看 说在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如果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小型老师 嘱咐大家说 同学们 务必辨析 该限制来自于重要 还是非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如果 来自于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集团项目组 就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了 可能会考虑 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的影响 可是如果来自于 非重要组成部分呢 我们仍然是有可能的 仍然是有一线希望和生机的 能举个例子吗 来 例子来了啊 认真听 说例如 对于按照权益法核算的组成部分 别忘了跟我一起思考 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也属于组成部分 他们在会计上 用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来进行后续计量 对吧 好了 说集团项目组没有办法接触组成部分的治理层 管理层或者注册会计师 包括呢 与集团审计有关的相关审计工作底稿 咱集团项目组也拿不到 这叫范围受限了吧 咱们能拿到的东西 不在我们面前 我们想要去接触的人 我们接触不到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判断 如果这个组成部分是不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呢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它整套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 这件事谁给你的呢 可能是集团给你的 把他的财务报表 把他的审计报告给咱们了 那接下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能够接触到集团的管理层 所拥有的 有关于这个组成部分的信息 集团管理层说 虽然呢 你没有办法前往美国 没有办法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这个非重要组成部分 接触它的管理层 它的治理层 可是呢 我作为集团的管理层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么集团项目组可能会认为 这些信息呢 也差不多了 也够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对于非重要组成部分 咱们的工作要求 是在集团层面上 我们做分析程序 虽然呢 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些 特别细枝末节的人员 可是呢 我们在集团层面 我有了它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能够了解到集团项目组 所拥有的那些必要的合理的信息 我认为可能也是够的 当然啊 我再次强调一遍 同学们 这个前提是 它必须是一个非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真的关键 然后反过来问大家 如果这道题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联营企业 它是一个合营企业 可是呢 它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些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管理层 治理层 可是集团项目组给你提供了 在集团层面上那些非常有用的信息 集团管理层的也说 我们一定配合啊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问你行不行 你觉得可以吗 即便有这些条件啊 但是你对重要组成部分 可能是要做审计工作的 那这些可能就不够 所以这个例子当中 最后一句话我也说了 我说然而 如果该组成部分是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集团项目组 就无法遵循审计准则中 与集团审计相关的要求 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证据标准了 这个地方啊 考试考过好多次了 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中意 好了 以上我们说完之后呢 我们来说一说 如果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之后 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说如果集团的管理层施加的限制 可能导致对集团财务报表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什么叫做无法表示意见呢 在这写一个词啊 就是审计范围受限 而且这个受限 大家要清楚 它是重大的 而且它的影响是广泛的 这个在第十九章 咱们会学到的 那怎么办 如果是新业务的话 拒绝接受业务委托 你都无法表示意见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是吧 第二个 如果是连续审计业务呢 法律法规允许的话 解除业务约定 然后我告诉大家 你学习的时候要做有心人 为啥呢 世上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呀 你是不是有心人 这就很重要 你想想啊 咱们在审计书当中 提到过多少次 解除业务约定了 你发现没有 但凡提到解除业务约定的时候 无论在何时在何地 前面都会跟这么一句话 叫做法律法规允许时 什么叫做法律法规允许时 那就告诉你 说法律法规允许 咱们解约 法律法规不允许 你照样得给咱硬着头皮干 有没有情况下 法律法规不允许呢 有的啊 特别特别典型难利 就是如果相关的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告诉你说 你不能退出这个审计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咱还是得干的 那可能是要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写解除业务约定的时候 你是不是前面 你就应该写这句话呀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解除业务约定 这就叫做有心人 有的同学呢 你说老师我很辛苦 为啥呢 教材当中 只要试到这个我就背 这背一遍 那背一遍 这背一遍 那背一遍 可人家有心的同学 人家总结出规律了啊 解除业务约定前面 往往有这句话 那你其实你背一遍 这就够了 对吗 第三个 说如果法律法规禁止 拒绝接受委托 或者是禁止你解约 那咋办 那没办法了 咱们就只能在审计报告当中 给他发表一个 无法表示意见 好了 这就是措施 好了 以上这几点呢 是范围受限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进行处理 这些内容呢 都不需要大家背啊 但是有些规律 你得把它摸住 然后呢 有些考点 考试当中的坑 解题的思路 和撬门技巧 这个要绘 好了 最后呢 大家下去之后 把283页的原理详解 和解题高手 再认真的看一看 这个解题思路和方法 大家听懂了吧 听懂之后呢 要运用啊 这个很重要 下课之后要做题 讲完这里呢 最后来说个小问题 还是沟通 和谁沟通 和集团的管理层 还有 治理层 怎么沟通 第一个 与集团管理层沟通 沟通什么 比如说 第一个 内部控制缺陷 说极端项目组 识别出集团层面的 内部控制缺陷 集团项目组 识别出的组成部分层面的 内部控制缺陷 还有组成部分注册 会计师提请咱们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 你注意啊 什么叫内部控制缺陷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收入 在收到客户 验收单的时候 我们才去确认 我们要对验收单进行检查 这就是内部控制 如果这部内部控制呢 它是流于形式的 它是有内部控制缺陷的 那我们当然要和集团层面的 管理层去做沟通 还有呢 舞弊 说如果集团项目组 识别出的舞弊 或者组成部分注冠 提请我们关注的舞弊 或者有关信息 表明可能存在舞弊 和谁沟通 13章咱们就学过 叫做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来做沟通 来做通报 这个内容我不再资述了 例子呢 咱们在第13章也举过了 比如说集团层面 什么下属 有子公司 有这个出纳人员 侵占公款 有这个相应的舞弊行为 我们怎么办 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做沟通 今天呢算是复习 接下来 说组成部分的一些 相关的重要事项 比如说有的时候 组成部分的财务报表 产生重要影响的 可是呢 组成部分管理层 尚未知悉的事项 还有这样的事啊 当然有了 有些情况下呢 你站的高 看的远 有些事 你早已经 内心洞察的非常清晰了 可是呢 组成部分的管理层 可能由于主观 可能由于客观的一些原因 他还不了解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集团项目组应当要求 集团管理层 告知组成部分管理层 因为他们是上下属的关系 如果集团管理层说 我就不想告诉他 那么集团项目组 就和集团治理层去做讨论 如果事项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遵守法律法规 还有保密要求的情况下 集团项目组应考虑 是否建议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在该事项得到解决之前 不对组成部分财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对于集团的项目组 他留意到一项法律法规 这个法律法规 即将推行 而且推行之后 可能会对组成部分的 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的影响 比如说 这个法律法规 在组成部分的这个行业内 增加了监管的要求 强监管 对于组成部分的业务 产生重大的不利的负面的影响 可是这个事 组成部分管理层还不知道呢 他后知后觉呢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找到集团的管理层说 快把这个事告诉你的下属吧 这个事的影响 我们认为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集团管理层说 哎呀没关系 无所谓 不是什么大事 急毛蒜皮了 是吧 不要耽误我斗地主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找集团治理层 你跟治理层说 你说管理层不作为 你赶紧把这个事 跟组成部分的管理层说一说吧 好了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跟集团治理层去沟通 还是得不到解决 你发现集团治理层 跟刘忠在一起打麻将呢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跟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你可能要做出一些建议 你说这事啊 我觉得挺重要的 这事如果没解决之前 你注意啊 你审计报告 你先握在手里 别着急出出去 免得你太被动 就这个意思 这地方不需要被 大家呢听个故事 这就行了 历史考试当中也没有考过 如果考到的话 按照这个故事的逻辑 我们来掌握问题 其实还是要总结规律 一般来说先找管理层 管理层不解决问题 找治理层 治理层如果还不解决问题 咱们找自己人 然后呢要保护自己 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再来说一说 与职团治理层的沟通 这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阅读就行了 怎么阅读呢 下面这几条读一读 大概有个印象就行了 不需要背 说对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你执行工作的类型的概述 你说这个有同学 能不能理解呢 如果我告诉大家 读这一条 如果你学到今天 不用靠小见老师讲 你发现老师 我自己都能读懂了 这说明什么 第一个 你前些日子的课认真听了 第二个呢 你自己有独立的 而且相对比较深刻的思考能力了 这个就很赞 如果你说老师 我独立一遍 我还没有读懂 我都不知道是啥意思 我就在那儿嗷嗷待哺 等你给我喂饭呢 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 你有一个问题所在 就是前面讲的内容 可能你没过脑子 什么意思 你看 对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执行工作的类型 这个类型包括什么 审计 全面审 局部审 特定审 这不就执行工作的类型吗 还有呢 集团层面的分析 这件事跟极端的治理层做沟通 学没学过 学过吧 第二个 说 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对重要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你执行的工作当中 我们要参与工作性质的概述 这个仍然是检验大家 有没有过脑子 怎么参与 还记得不 叫做两会两合走流程 怎么参与 这事跟集团治理层沟通一下 你发现了吧 这又是前面学过的 只不过是提炼了一下 浓缩了一下 第三 对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工作做出的评价 还有产生疑虑的情形 还是问大家 有没有过脑子的问题 算是复习 有什么疑虑呢 对职业道德独立性 对专业胜任能力 对是否处于积极有效的监管环境 这些都有可能产生疑虑 我问大家一下 如果这个疑虑是重大疑虑 你能够通过参与他的工作 解决问题吗 不能怎么办 亲自做工作 我们要亲力亲为 是吧 是不是前面我们又学过的东西 所以审计一定是这样 螺旋式的上升 下一个 第四个 说集团审计收到的限制 那我问大家 这个内容是不是在我们第14章给大家讲的 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困难 什么叫重大困难呀 无法接触 无法取得 无法提供 无法获得 这些是重大困难 什么严重拖延呀 什么不合理的要求我们缩短审计的时间啊 如果发生重大困难 那是怎么办 是不是14章就给大家讲过 找治理层沟通 是不是有融会贯通的感觉了 来第五个 说涉及集团的管理层 组成部分管理层 还有在集团层面控制中承担重要职责的人员和其他人员 比如说编制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财务报表经理 这些人如果有舞弊或者舞弊嫌疑 找谁 找治理层 这个内容是不是13章咱们也学过 舞弊涉嫌管理层的时候咱们怎么办 和治理层去做沟通 今天这算新知识吗 我觉得不算了吧 是吧 所以啊各位同学 12345 说实话咱都学过了 只不过在这儿算是做一次复习 然后也不需要背 但是大家读这五条 如果你说老硕读这过程中就觉得 哦我都理解的差不多了 八九不离十了 你给自己点个赞 这说明什么 学到心里去了 有可能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你自己 属于你自己的知识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同学们我的永远是我的 但是你们的才能是你们的 你的才能是你的 这件事特别重要 我讲个小故事啊 最后呢我们结束这节课 我有个朋友啊 我以前可能给大家也说过 很优秀 在读高中的时候呢 就是照着文科状元的那个水平去培养的 我觉得它特别有趣啊 它总结笔记 然后文科当时高中的时候 我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电脑好像都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啊 都不是特别普及 但是呢 它有电脑 它把那个知识点呢 都总结成那个卧的文档 列成表格 然后贴在记得书桌前 拿一张一张表格 对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这样的相关的考点 总结特别好 我觉得比市面上的辅导机构做的还要好 但是呢 别人 但凡问他要这个笔记的时候 他从不吝啬 他全部都无私的分享 在那个时候啊 这种东西呢 其实还是包括互联网上的东西 还没有像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啊 要什么有什么 其实挺珍贵的 因为他自己的心血啊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东西你随便谁要都给 你不心疼吗 这东西谁要都给 那原本属于你自己 总结出来的智慧的结晶 分享给所有的人了 你这么心甘情愿吗 他说是 我问为什么 我说第一个啊 他说分享本来就是种美德 是吧 第二个他说 我的东西永远是我的 而且只能是我的 这个话呢 其实当时对我挺触动的 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啊 总结的这个过程 自己消化的这个过程 是必不可少的 是不可替代的 这个过程其实才是最精髓的 出来的那个东西啊 甚至你这么去想 小江老师给你写的 打好基础 只做好题 说白了啊 还是我的 你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 变成你自己的 那才叫做有价值 对吗 所以大家下课之后 还是要消化吸收 这就是检验大家 有没有消化吸收的 特别特别好的 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虽然考试当中的重要性 不是特别高 但是用来检验 大家的学习效果 那我觉得倍儿棒 是吧 行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上到这儿 我们课间大概休息 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回过来 下节课呢 我们大概用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我们上节课 布置的那道 课后作业题 我给大家盯正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结束 第十六章的学习了 好了 大家呢 去喝杯牛奶 吃个早餐 好吗 然后呢 我们五分钟之后 再回到课堂上 你看 我也倒了一杯牛奶 好了